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克强上星期四在上海突发心脏病 经全力抢救无效 第二日凌晨逝世 享年68岁 美国维持利率不变 本港金管局也维持一项指标利率 金管局将贴言窗基本利率维持在5厘75 贴言窗基本利率是银行向金管局 借入隔夜资金的时候需要支付的利息水平 有银行业界认为美国加息周期完结 预计春年下半年会有减息空间 我们觉得可能9到12个月之后 有减息空间的 这个判断主要是因为我们看到美国经济 已经有一些裂缝出现了 现在的表现很好 是因为消费者有些额外的储蓄 但现在在COVID下来 政府给出来的钱 额外储蓄其实已经花费得七七八八了 未来他们就叫做自力更新 消费动力应该会明显放慢 以及我们看到破产的申请中数 其实都有明显上升 变成消费和商业营运的环境 其实我们都见到有恶化的迹象 所以我们觉得通胀会去到三以下的水平 明年应该下半年有减息空间 印尼发生黎克特制6.3级地震 暂时未有伤盟报告 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说 当地时间清晨4.04分 发生6.6级地震 气候向下修订为6.3级 震央在东奴沙登加拉省首复 古邦东南大约21公里 震源深度36公里 并没有海啸威胁 古邦有酒店住客感到震动 大约100个住客一度走到酒店外面站备 而本港天文台也录到这次地震 强度是6.1级 经济日报社评 本港面对经济动力不足的问题 急需切发增加人流 越车南下系契机 方便大湾区居民来港 对本港旅游消费有帮助 首阶段计划规模较小 内地车辆经港专澳大桥来港 只准停在大嶼山口岸 但仍然有效益 由机管局持有的航天城 预料在今年底落成 航天城其中一个目标的客户群 是大湾区人士 措施亦都方便内地旅客一家大小 去迪士尼乐园带动经济 星岛日报社论 港府去年底推出包括高财通等奖人才计划 实施将近一年 成效远超预期 深圳昨日始仿效香港做法 公布吸纳高质量人才政策文件 推出类似高财通措施 以落户补贴吸引境内外人才 符合资格的港澳台人士都受惠 此举反映 深圳眼见香港挖走了一批高端人才 为了加快促进创科发展 都不惜加入抢人才行列 显示深圳是香港维合作伙伴 亦同时是竞争对手 通过良性竞争来促进经济发展 港府切勿对这些竞争事宜不见 应尽快检视 抢人才的诱因是否足够 又到中华日景时间 北京中逐线是世界上现存最长 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古代城市逐线之一 近日有成都古建中文创团队 利用木头模型复合 一起去成都飞为节展厅看一下 这套木头模型复合由北京前门 天安门和故宫 构成全长7.8公里的城市中族线 负责的团队之前已经还原多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模型 我们最开始其实就是兴趣 做着做着发现这个项目其实很受欢迎 很多中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孩子都愿意去拼搭这些古建 其实他们都离古建筑很远 我们都希望这些孩子们成长为国之栋梁 但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栋什么是梁 告诉他一个古建的结构 这些孩子一旦接触到了中国古代的这种建筑 他才能理解中国好多传统文化里的一些说法 設計上加入不少古代建筑方式 包括顺鸣评测 而为了还原真实建筑的效果 团队不计时间和成本投入 在这么小的建筑上 我们普通的极光机做出来是一团湖的 但我们就通过改进这个工艺 还原出核析彩化上面的那些龙 所以有时候上这个筑可能要用针尖去上 小的地方尤其转角斗拱的地方 怎么样去不牺牲它的还原度 既有机器的工艺上的改进 也有不计成本的投入 他预计模型明年会全部完成 到时长度将会达到50米 无线电视记者彭坚华报导 由台湾青年到大陆学医之后 到福州做医生 成为当地事业单位 第一位有研究生学历的台胞 他也鼓励更多台湾青年到大陆寻机遇 来自台湾苗栗的陈柏锐高中之后 考上北京大学医学部 之后和福建的同学建立家庭 扎根福州 刚刚当地开放事业单位 招收台籍毕业生 就成为当地事业单位 第一位有研究生学历的台胞 可以走入到事业编制来工作了 这对于我觉得绝大部分台湾同胞 尤其是我们台湾医生来说 是一个意义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 在我之前的几乎上所有的台湾医生 他们能选择的是什么 能选择的只是民营诊所或是门诊部 在远方支持下 他之后拿到博士学位 更加成为副主任医师 主要负责皮肤病传染相关科研工作 在我的专业上 其实是不停地在突破不停地发展 包括我的科研 我现在目标也是在国家级的一个基金上面 科研上面 在专业上面不停地精进 不停地跟学术去交流去促进 然后还有我们的病人量专业口 都是让我积累我的一个实力 很重要的一个体现 他说自己是为台政策受益者 当地政策对台胞 尤其是医生的发展提供很多帮助 会分享自身经验 希望更多台湾医科生 在大陆发展更加顺利 无线电视机者 李泽浩报道 甘肃兰州近日举办 《丝绸之路》主题绘画展 作品反映中俄两国少年对丝路的理解 一起去看一下 沙漠陀队 石斧壁画 兰州这间美术馆 展出500多幅充满丝路元素的绘画 80后拆展人是来自俄罗斯的画家 定居兰州13年 他在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 修读美术的时候爱上中国画 毕业之后前往中国深处 在兰州一间美术学院学中国画 学习的时候 我们做了打巴 除了无为、张业、加油官、东华 我一路上看到了广阔的沙漠 我也感觉到了四周之路的精神 旅行之后 他创作第一幅《取材丝囚之路》的作品《在路上》 甘肃风景很丰富 有雪山、森林、沙漠 我经常去旅行画写生作品 除了风景之外 我也非常喜欢去掌管石窟 在俄罗斯也有石窟 在其他的国家也有石窟 我希望在我的作品内 能更多出现中西结合的内容 他现在是一个绘画教师 经常用俄罗斯绘画的题材教学生 他希望带来新灵感 启发学生创意 无线电视记者黄泳琪报导 伊捷中华略映报导员 各位早晨 欢迎收看开市第一集 先跟大家跟进外围方面 美国联储局一月雨期维持利率不变 投资者憧憬今年静低的时间都不会加息 美股三大指数向上 道指和标指连升第三日 道指收市升221点 标指升部分之一 纳指就连升四日 升幅达到部分之1.6 至港管这一边 恒指高开180点 最新升幅辅大至216点 报17320点 成家接获23亿 恒指期货 11月份和12月份都升近超过200点 成家超过9500张 活逆港股 腾讯升幅挨近百分之一 报289.8 有广保险升幅超过百分之一 报68.5 阿里巴巴巴升超过百分之一 报81.3毫半 美团升超过百分之一 报110.6 而小米方面也有份上榜 升幅挨近百分之三 报14.6毫二 6至10位 比亚迪高分升超过百分之一 报235.6 百姓中国售压 跌超过百分之四 报340.2 小鹏汽车 进降超过百分之六 报61.4 照相银行 连买空风生物都升超过百分之一 恒申科的指数升76点 报3828点 先跟大家跟进一下银行和地产股的情况 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 虽然主席鲍威尔表明 利率仍然有机会上升 但是投资者也都憧憬 利率今年之内都不会再上升 至于本港 今日见到金管局将铁片枪基本利率 维持在5.75厘 铁片枪的基本利率 是银行向金管局借入隔夜资金的时候 需要支付的利息水平 下对适合敏感的银行和地产股 今早上的情况 汇控方面无声跌到56.9 渣打集团跌超过百分之二 报58.5毫半 长实升1%报39.8毫半 新鸿鸿鸿基地产 顺掌超过百分之二 报83.05元 主行基地产 现价21元 升幅超过百分之二 好几间车股都公布了10月份的经营数据 比亚迪股份10月份的销量按年增长超过三成八 旅计头10个月的旅计总销量超过二百三十八万架 增幅挨近七成 比亚迪股份升1%报235.6 看未来 10月份交付的新车量按年增长挨近六成 略计头10个月超过十二万六千架 增长三成六 未来方面股价升挨近百分之三 报58.5 吉利汽车上个月的销量按年比较增长一成九 略计头10个月超过一百三十三万架 按年增长一成七 当中纯电动车的销量就增长挨近三成七 见到吉利方面升幅超过1%报8.99元 小鹏亦都进涨超过6%报61.2 领想汽车升幅压近4%报138.3 本港零售业销售连续10个月录得增长 9月份的零售业总销货值 按年上升13% 升幅连续三个月收窄 亦都低过市场预期 当中服装升4成1 珠宝首饰 中标及名贵礼品就升2成7 相关股份留意周大福 升超过1%报11.38元 沙沙国际没有升跌 欧书单跌五仙报20元 佐丹奴国际升埋近1%报2.02元 名创优品卡稳报49.9.5元 个别消息股留意九无九 斥至埋近2亿人民币 增持附属公司泰尔餐饮3.24%的股权 持股量将会增加至到部分之91.24 金无九股价靠稳保7.98元 此以外电方面报道 恒大建议以两家香港上市子公司的股权 抵消190亿美元境外债 见到另外恒大地产截至9月底 未尝还的到期债务累计超过2,808亿人民币 最新恒大股份升埋近部分之二报2.07元 此中移动预计全年收入规模会达到1万亿人民币 利润规模创历史者新高 而资本开支预计会比去年少幅下降 预计整年的自由现金流将会录得良好的增长 中移动升4.5元报62.5元 和中广核电力最新升1%报199 这次开始 第一期报道完再会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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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故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的遗体 今天在北京火化 政府和駐港机构建筑物下半期悼念 早早7点 在西环的中联办举行下半期仪式 星期首先将国旗升至干顶 然后随随下降 政府总部在今早8点 正期首先将旗次升至干顶 然后随随下半期治癌 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黎宾府、口岸管制及检查站 以及香港国际机场都会下半期 悼念已故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 李克强上星期四在上海突发心臟病 竟存力抢救无效 日日凌晨逝世 享年68岁 警方在沙田一个公屋单位检获市值 大约210万的毒品 抓了一个人 警方展示检获的毒品和包装工具 沙田警区特别职务队 昨晚在田森新田围村一个单位外 折查一个33岁男人 并在他住的单位检获大约1.5公斤 怀疑匹匹何卡因 政府强调明年修例加强对禅建的法则 最新透露会视乎严重程度制定不同的法则 另外亦都会研究 将轻微禅建可以先主动申报暂换执法的安排 由新界村屋扩展到市区 针对禅建行为 施政报告提出简化检控和加强法则 包括考虑一发现禅建就控告 而不是等到不清策禅建物才控告 当局在立法会进一步透露加强法则的方向 我们都希望引入多些不同层次的法则 如果不遵从的清策令 其实那个法则是一样的 无论你那个禅建是大还是小 那这里我们是需要检视下不同严重程度的个案 是否应该要有不同的法则呢 令它合理化呢 有议员关注禅建职压个案多 政府人手有限 在不影响安全的情况之下 鼓励业主主动向政府申报 申请暂缓执法 又或者走一些轻微的禅建 可以是发出豁免或者容忍信呢 议员刚才说这个做法 现在是引用在我们新界涉及村屋的禅建个案 同一个模式 我们会在今次的法例修订那里 都会去尝试研究 能不能够引申在市区的一些禅建个案 这个安排源于2011年 当时新界不少村屋有禅建物 政府难以一下子处理 所以有轻微禅建而无安全隐患的住户 大约一年之后或线前报给政府 获得所谓容忍指 定期每5年 游合资格人士确认是安全 暂缓执法 本身是城市规划师的立法会议员林少鲁说 机制虽然可以令到业主主动申报禅建 但必须一并调整检控程序提升了客历 说在旧楼里其中的单位随意去改动禅建 而引致到整栋结构出现问题的话 以往可能那个深传稠的态度就明显一点 但当你有一种制度的时候 因为报备必须也是一个法定的要求 所有相关填表签名的人 都要负上相关的法律责任 当局有说 只有大约720个屋余署人员 和610个地政总署人员 分别每年平均处理3万宗潜建物 和1万宗非法占用官地个案 两个部门将会重组和调配人手应对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军报道 大潭红山半岛的事独立屋 禅建的问题严重 有关住团体说 不少豪宅霸占官地禅建 政府发现之后没有发清策令 反而批出短期租药 有个案一租就租了21年 关住团体批评 变相是将禅建合法化 本土研究社陈劍清 这一日出海试察豪宅潜建问题 途中经过这间独立屋 业主在政府土地上兴建网球场 泳池等等 这一种可能附和屋在附近 潜建罢官地改造slope 其实是很普遍的 哪怕是整个花园 至于可能它建一条楼梯 纯粹是方便自己的 都是很普遍的 根据卫星图片 这里2000年起霸佔2万4千尺政府土地 政府2002年批出短期租药 短租已经21年 业主每个月交大约8万6千元 尺租大约3.6元 交元朗租一个露天货仓还要低 陈劍清说全港最少有30多间豪宅 又以短期租药方式造用官地起私人设施 变相将潜建合法化 现在全港有近4万张清策令 过了60日限期都还未清策潜建物 其中1万张发出超过10年 但过去5年 在被定罪的1万个个案内 平均罚款只是大约7千元 入狱的更加自由时钟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 法庭判刑时 要参考潜建物为物业价值增值多少 就算发现罚质都是低 变成了很多人不介意对于物业 带来的价值提升方面 都同时考虑 如果你跟那个人掛勾 我觉得阻碍更加大 施政报告提出 春年修订建筑物条例 加大执法力度 简化检控程序 和降低检控门栏等等 借伟传建议要同时 考虑附权屋遇处入屋调查 无线电视机者借阅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